又來到這個阿爺廚房 不經不覺已經到第五輯了 怎麼樣? 什麼事? 煮了四百多天之後 還有沒有新主意? 玩消失 雖然我平時經常點你煮菜給我吃 但你也不用這麼小器 是, 消失的味道 消失的味道, 往往令人醉悶味 有花蟹 真棒… 有幾隻 這裡避風塘在艇上吃的特色 有些菜我根本不知道原來是這樣煮出來 簡直是大開眼界 花蟹雲吞多可憐 用花蟹當作雲吞皮 是你才會這樣做的 三色蛋只配合一起蒸 放進雞蛋裡這麼精緻 我真的不知道有這種做法 你看, 多漂亮 阿爺廚房 經典菜式重現 有這種 bargaining125問題 不是, 就楊和二자리 下廚房接著 看在桌子的時候 一個小不是… 你真 dispassis 有什麼不滿意 今天買菜、可以打楔和充老 就是打楔和 masc綠 你收到牌子, 馬上成醉 謝謝… 這麼漂亮嗎? 做白鳥蝦吃得好嗎? 沒錯, 你真是很會吃 因為昨天我不做白鳥蝦給你吃 我來製作醬料 什麼醬料, 令我沒有白鳥蝦吃 以前醬丸堡的秘密武器 就是什麼? 就是古法製蝦臭 那我應該寫蝦成人吧 烘蝦之前先乾淨水 我送這個花粥蝦給你 是 但你以前沒理由用花粥蝦這麼富貴 做蝦臭的吧? 以前用小蝦頭蝦, 蝦毛 廢物利用, 別浪費 現在我們要烘 以前就這樣洗乾淨水 放在頭上, 頭一個多月 在家裡, 你真是以為賭舌塔東西 真的受不了 因為現在有衛生問題 對, 而且不用聞果汁的味道 烘了… 出來一樣好 好的, 熟的時候 一會兒就在背部開一鍋 為什麼呢? 讓味道出得好一點 現在可以了嗎? 好 關火 剪開它, 才有一點味道 我現在放進去 好, 如果不剪 出味道不太好 好 你下醬油 是 以前醬油用頭油浸蝦臭 什麼叫頭油呢? 即是沒煮過的豉油 沒有頭油可以用現成的美豉油代替 浸三、四個月之後 神仙也挺不穩的 因為燒肉最好 現在香港, 買本地也有, 來老也有 要你煮什麼菜就適合你的肉 好 現在開始醃油了 但你的肉厚成這樣 真的有味道嗎? 戒幾刀?大塊, 戒三刀 小塊, 戒兩刀 平均點醃油就可以了 鹽, 五香粉 五香粉 你這麼重手?這麼多? 會不會太鹹? 會太鹹? 當然不會, 醃了一晚 出來之後就飛水, 疏針就不會鹹了 是嗎? 那些膠子沒有, 你撕一下 這樣才有的, 割了也沒用 你不塗在膠子上, 對嗎? 好, 麻煩你… 怎樣? 你給我放進雪櫃 水滾了 這個飛水, 這麼大, 這麼厚 大約飛十分鐘多一點 如果你飛得不夠時間 外面好像熟, 製成了, 製成了 製成了, 製成了, 製成了 好 別蓋, 別蓋它 就這樣讓它飛 像是飛水 是, 完成了 十分鐘之後, 接著… 梳針 如果你不梳針, 皮整塊噴出來 不會起到荔枝皮, 又不夠鬆化 這個步驟一定要做 為什麼你要現在梳呢? 你生的時候梳定就行了 生的時候, 皮真的好像砧板一樣 怎麼梳呢? 把醋倒進去 不要太後, 剛才剛浸到豬皮就差不多了 趁熱一直吸收, 為什麼要浸醋呢? 醋侵蝕了, 令皮脂肪分解了 這樣做起來很鬆脆 醋融出了那些脂肪, 變得脆了 沒錯 又浸多久? 大約是二十分鐘左右 謝謝 想吃就要煮飯吧 當然…水跟米的比例是一比一 為什麼要用鑊鑊呢? 現在有很多辛苦的器材 你聽過什麼叫大鑊飯? 聽過 以前火的十幾二十個 在池塘的幾十天 哪有這麼大的鍋? 用大鑊來煮飯, 俗稱吃大鑊飯 四分多鐘了 差不多, 你看看吧 我聽到聲音, 彷彿彿彿彿彿 對, 很漂亮… 很漂亮 先撥開它, 現在剛好 飯開始透心 先撥開它, 接著 加一點油, 行… 好, 慢慢移下去 皮下去 把飯圍住它 圍住它 對, 很漂亮 蓋上去 這種做法真的很特別 收慢火, 焗了 中細火, 你這個菜怎麼研發出來的 這個就是廣東, 凌山的地方 以前的人趁虛 是 很難才能買到豬肉 買到好的豬肉, 醃了它就播出鮮味 是 其他醃了, 選一塊好一點 今天晚上做餐比較好一點 就做這個, 一點也不浪費 豬皮鬆脆, 豬肉好吃 是 油被米吸收了 吃的時候, 加兩滴生抽, 挺好吃的 你用碗這樣吸著的自製焗 焗著它, 焗著它, 別讓它散 煮飯的竅門告訴我 八面罰 這邊 多兩滴發酥 四十秒左右 四十秒之後就反轉 左右, 然後八個角 你那些小鍋子飯的感覺 你煮飯是這樣才好吃的 做完這邊, 插進去看看 夠不夠水, 不夠水 加一點熱水, 是不是很漂亮 好像乾了一點, 加一點水 淡淡 你記住, 放一塊豬肉進去 蓋好之後, 蓋上蓋子 大約十分鐘到十二分鐘 視乎你煩多, 煩少 肉大與小而已 是 沒得到飯 是 很香 漂亮嗎?淡 漂亮 燒肉配蝦抽是最棒的 是嗎? 煮了幾個月的蝦抽 你嘗嘗吧, 一定夠夠了 這塊肉真的很好吃 本身燒肉的熱味已經夠了 再加上蝦抽的鮮味 又鮮又甜又脆 這是荔枝皮, 一定要梳針 一定要割刀 梳針後浸濃 否則就沒有這個效果 就沒有那麼脆 做燒肉的時候, 你要不慢 拿出來, 飛水 飛到大約八成左右 才放在鍋裡 你看看, 夠不夠水分 加一點熱水進去, 沒問題 很多人都在家裡煮燒肉 但是你這個是快板的 是啊 因為焗爐焗很久的 但是這個不用了 是啊 是不是? 還有, 吃飯吸了豬油的香味 加上蝦抽、芥蘭、燒肉夠鬆脆 你說好不好吃? 還有飯豬吃 不跟你說一說, 我不能吃 好幸福 天氣這麼熱, 帶我來樂田 一定有好東西吃 是呀, 我找了一碗 我找了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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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做西瓜酸, 怎麼做呢? 麻煩你把西瓜放在滾水裡, 灑它 大約灑到它摸起來有少許圓皮 你就告訴我 這個西瓜整個用, 但你這裡又要撇皮 這個發育健全 西瓜外面的皮很硬 那個是小孩子, 外面的皮沒那麼硬 如果這樣嫩就可以用 對, 爽脆 做西瓜酸要用心、要用時間 不急, 起碼三、四個星期 阿譚, 那個你正在煮, 是嗎? 對, 不行 不行 我預先做了一鍋 聰明 軟熟, 開始軟熟 是 先放一點水, 裡面有些碎 現在拿點鹽, 粗鹽, 不要有鹽 這樣捏住它, 大約醃一天左右 如果大過醃, 多餘兩天, 是嗎? 阿譚, 這個西瓜仔 你做好了, 醃到現在這個 大約放進水裡, 煮半個小時左右 你摸一下它夠軟 軟了就可以了 然後攤冷了 好 再放一點鹽, 搓均勻 當然 大約一兩天 你先煮糖水和醋 醋, 記住, 熱飲的醋 一般來說, 一斤醋有五兩糖 一斤醋就配五兩糖 是 現在這份量是兩斤醋十兩糖 是 醋已經攤冷了 是 你組好了 好 可以了嗎? 接著可以了 放醋了, 放一點檸檬 醋一定要冷, 如果熱, 食物熟了 因為入不住, 入不住了 這個檸檬要大酸, 而且比較香 接著沒有, 這樣熱, 雖然燉了鹽 現在灑幾粒, 用上鍋就可以慢慢 再放一點鹽, 放下去 這瓶起碼十多天 最快就一個星期了 這樣才能入味? 是 醃了一個星期了, 還可以了 還可以, 真可以吃 蟹真的熟了 蟹都熟了 拿給你看看 看看… 是嗎? 切點來吃 你別太心急了 是呀, 試試什麼味道, 快點 你試了才知道, 你試吧 我說你不相信 給一碗白粥我也不可以 我說你不相信, 碰碰板就知道 要怎麼吃? 煮的時候切出來, 飛一飛水 再嘗嘗味道, 適合你就用 否則飛久一點 你煎什麼? 西瓜酸, 炒牛牛 西瓜青醃了之後, 切成這樣 是 好, 正式的主角, 讓你看看 有一點紅的 好嗎? 你用這個西瓜酸, 有一點紅紅的 對… 究竟你是懶惰, 還是特意貪美? 你剪成青, 再剪成就沒有了 就像一條線一樣 但是這樣很漂亮 對, 很好看 好看, 好看很多的 這些是一片片的 對, 你有空替我帶出運具 你在做的東西, 我先夾豆豉 你夾過去才出味, 我就知道 但是為什麼不用這樣 用一中兩下就可以了 你一平均又不夠香 又沒什麼咬口 阿譚, 你一定會問我 怎麼漂亮的牛柳 怎麼漂亮的牛肉 很簡單 你的夠漂亮了 你看到那些紋 是 是一絲絲, 很清清楚 不會一坨漿糊 來到這裡最清楚了 你看到, 是嗎? 是 還有轉面, 轉得來帶彩 你看到那些牛肉 不要太失望, 自然的紅 牛是吃草的 沒錯 所以應該吃草的牛才是最好 是 因為吃草的肉會長得慢一點 它慢慢地生長, 很自然 肉質夠夠, 美味 是, 切豬肉, 牛肉 除了牛雙, 而是順刀切 是 有一點, 這樣就順紋 是 反過來說是易紋 其實又說易紋切, 又說順紋切 是不對的 是不對的, 說不定的 是橫紋, 是 橫紋 是 怎樣橫紋 一切, 你看是不是橫紋 因為吃就散了 如果是順紋, 照樣子跟 來, 飛水 是, 千萬不要這樣拿來吃 我試過了 又鹹又酸, 真的很兇 現在飛好, 你嘗嘗 是不是淡了很多 現在很好吃 是嗎? 可以就這樣吃 那就炒好了嗎? 好 好, 我的風格 是, 先加點糖 生抽 生抽 少許油, 一定要, 要滑溜一點 這個不加生粉 待會要埋芡才加生粉 要不然牛肉推不開, 就一斤了 但你若要醃肉, 也要加水 是, 別多了 是 蓋上爐, 給我幾位 XXO醬 這個麻香XXO醬 先加一半 加起來, 濃味一點, 好吃 你其他配料, 姐姐, 對嗎? 為什麼這麼香? 我想也是因為XXO醬發揮作用 因為裡面有雞和鮑魚 當然了, 先放進去 好, 一半熟了 是 然後炒什麼? 這些 先炒這個嗎? 拿點糖來, 麻煩你 好 再放半斤 半斤 一個很酸、很鹹的香蕉 好, 你先放XXO醬 現在先放這個 因為如果牛肉… 三色椒 是 放些牛肉下去 沒錯 生粉水, 不要多了 是, 一邊做, 一邊看環境 如果你放多了, 沒得夠了 我放四倍, 四邊看, 蛋身 醬汁掛到牛肉裡 這個西瓜酸不就是消失的味道? 現在就回來 認識你的, 真的有得吃 很酸